而前任的捷运中正纪念堂一号出口出了这个状况 让捷运公司很为难 因为呢他们是被抱怨说 很多上班族像是原本出站的时候 现在好像要来一段体能训练了 因为这个原因出在捷运公司体量 老人家在这边下楼梯不方便 所以把原本应该是要往上的垫幅梯 突然改成往下了 结果不少上班族赶时间 他们得爬完51个阶梯 腿都软了 电斧梯慢慢往下让老奶奶轻松搭捷运 问题是如果要往上出站 其他人该怎么办 电斧梯应该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个问题对上班族来说 如果每天都像我这样爬这个阶梯 总共51阶 还没有爬到就已经像我这样开始腿软 气喘吁吁了 一定会喘的 上班日其实还是应该往上 但是像平常日的话 真的是下去等比较多 前阵子不少上班族 对中正纪念堂捷运一号出口有意见 原因出在老人家向捷运公司抱怨 往下走楼梯卡固不能Q 捷运公司把原本往上的电斧梯 改成往下 结果解决了老人家的问题 却多了上班族的抱怨 往上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往下不一定对大家都方便 方便地方在哪里 就爬当我们家累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太弱了吧 爬一点楼梯还好嘛 运动健身啊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们其实应该以年纪长者的需求 为最主要的考量 阿姨叔叔有运动爬楼梯没问题 但对上班的人来说 天天爬楼梯简直要老命 像是做体能训练 问题是电斧梯只有一台 到底往上还是往下好为难 最后综合旅客意见 平时一号出口往下方便老人家 最近的二号出口往上方便其他旅客 两边做到平衡最折衷 中天新闻好帽同仁一方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